我們進行團長之前做一個整頓 我們請在這個宣傳站前面的團體 記者的部分請來到自立峰會的旗子這邊 記者的部分來到自立峰會的旗子這邊 接著學生團體有四十幾個團體 超過一屆位的學生 請看到傳播學生鬥陣的旗子這邊 然後我們有非常多的民間團體 不管是婦女團體、農民團體、公運團體 請在學生團體的後方 好,各位,我喊反壟斷 大家喊要自主 反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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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主 決定的用手 翻壟斷 要自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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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著我們要邀請到 一直以來 面對這個社會的不公、不義、自主發生 同時串聯他的同學、串聯他的鄉親 一起努力的清華大學陳維廷同學 大家好 我是陳維廷 今天我十二點半就來到現場 我超生氣的 我看到這邊居然把我們圍在旁邊一個小小的一條馬路 一堆巨馬拉了兩條奇怪的布條 大家說你們生不生氣了 大家看看這部條 我們詳細看看這個布條 我在看書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 有一種人 他們在一個小孩子 他不懂得要如何為自己辯駁的時候 他有一種最直接也最幼稚的反應 相信大家以前小時候被罵的時候都有反擊過 那句話就叫做你罵別人就是罵自己 大家對不對 罵別人就是罵自己 你講別人就是講自己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布條 是不是同一回事啊 是不是就是同一回事 而且 所以我很憤怒 我想要站在下面去舉個牌子 舉個標語 警察不准我過去 我想要過去 我就跟這邊的抗議團體說 你們有沒有比較大張的標語 他們說沒有 我只有一張小小的傳單 所以我只要拿著小小的傳單 正在這個大大的布條下面 我們一起喊個口號 財團有錢做布條 財團有錢做布條 學生沒錢做標語 學生沒錢做標語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就是一個我們在面對一個大財團做布條 我們所面對的就是一個重大的財團 我在那邊的時候 我看到中時集團的台階上面 有兩句他們刻在自己台邊 台階上面的標語 我們來唸一遍這個標語 他說自由民主愛國家 自由民主愛國家 開明理性求進步 開明理性求進步 大家覺得時報集團 中時集團 旺中集團 旺中集團 是不是有愷於 貼進去標語 對 對 我在那天 在電腦前面看到他在擺旺中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同學 他很帥 他說他只想對旺中講三個字 我覺得他超帥 我在那邊重複一次這個標語 我們一起來對旺中 講這三個字 第二個就是 先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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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今天我們要求旺中道歉 顯然旺中沒有道歉 所以我們要繼續的 讓他們壓力讓他們道歉好不好 啊 今天我們要用心的訴求 也不只是旺中 也不只是旺中 我們要求NCC能夠進一步的介入 我們希望能夠立法來反對媒體的壟斷 在旺中這個時間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七月底 那個時候 我本來回到苗栗 正準備要投入我家鄉的一場罷工的運動 叫做華龍罷工 有聽過華龍罷工嗎 有 有聽過華龍罷工嗎 有 你別看 那個時候我在苗栗 我準備要投入下個禮拜 我要去 準備綁掉的工作隊 後來那天下午 我轉了一張圖 我轉了一張圖 到夜市 吃了一碗口善 回來 就發現我要被告了 在那幾天 在那幾天 中天電視台 用24小時 每天整點的時段 又花了15分鐘 連播24小時 播我的畫面 我只花了3秒鐘轉播 他給我每個小時15分鐘 24小時的輪播 但是我的華龍罷工的這些鄉親們 那些阿姨叔叔們 他們已經罷工了60幾天 中天新聞台 從來沒有給過他們任何一個畫面 遲到今天 遲到今天 他們已經罷工第87天了 這些已經半八天了 這些阿姨叔阿姨 他們還在現場 他們隨時的面對出貨的威脅 還隨時的面對出貨的威脅 我最後要講的這一點就是 訴求 新聞改革 訴求媒體壟斷 他不是一個空洞的訴求 各位在這邊 是為了捍衛公民自己的自由 也是在為這些弱勢者守護最後底線 大家是不是 是 好 最後翻口號 反壟斷 反壟斷 真自由 反壟斷 反壟斷 真平等 反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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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自由 反壟斷 反壟斷 真平等 真平等 謝謝大家 好我們謝謝各位同學